然後就來提案了 那我現在是在宜蘭 然後跟阿公學習耕種技術這樣子 然後我是農業的新手學習者 對 就會碰到一些問題 像這個蔬菜 買的時候 在市場買的時候 那個種的時候是長這樣子的 忍不出來 然後這個是野生在外面的時候 但是我們吃的時候是長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希望讓大家更清淨土地一些 然後就希望做個網站 然後我們現在很關心菜價 然後生產追溯 然後或是我們栽培法或比重還有資訊 這些都有一些開放資料的釋出了 這打字的頁面 可是我們剛開始要做的時候 就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試驗上的產銷系統 還有農委會的標準編碼這邊 還有各個人那個 產銷單位做的產銷例 他們其實都是 名字都對不起來的 然後我們使用者也是 查選的時候會不知道查什麼 那希望這些開放資料 有點像維基百科的功能 就是可以把我們民間的 一些署名 別名啊 一些都可以納入進來 在查選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比較方便查到 然後今天的目標 想要先選擇一個素菜分類法 就是我去查了一些書 就是我們 究竟使用者要怎麼去分類這些素菜 或是說我們就是直接用 關鍵字查詢 今天還會把那個 基本欄位定義出來 然後另外做一個素菜分類表 然後專案的授權就是CCPYS.1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